午安我是琼威 欢迎收看2016年1月2号的百个五报 2015年马币汇率节节败退 多是国内富豪身家都缩水 但同时也有不少大马富豪因为美元汇率走强而从中受惠 令身家暴涨大约70%到200% 根据南韩商报独家分析报道 截至2015年12月31号 身家暴涨的4名富豪分别来自首套和安全套领域 第一位是顶级手套创办员林伟才 他的财富飙升了200% 与2014年相比增加了21.45亿令吉 第二位是高产弥品工业董事经理和总执行长林宽诚 相对2014年其身价增幅达到109% 第三位则是赫特加执行主席关锦安 他的身家则涨了69% 而控制全球最大安全套生产商康乐的吴祥兄弟家族 身家估计达到15.51令吉 但由于没有50家族2014年的财富记录 因此无法计算2015年的涨幅 但该公司在去年的股价大涨了83% 换个焦点 行动党国会领袖林吉祥表示 针对一名国内资深领袖指出 有人向行动党献议12亿令吉 以便在大选撑出后 在波德森建立一个以色列海军基地 后者的这项错误和据诽谤性的言论 将在法庭上付出沉重代价 林吉祥相信 行动党律师团将在近日内对此采取法律行动 他说 我国近期内陷入了一种政治绝望的文化 他以首相纳吉的新年献词为例 他认为首相指26亿现金课题 以及一马公司丑闻 已经解决的说法呢 是连首相自己都不敢相信的 他表示 所有政治领袖都必须学习 他们不能从谎言和荒谬指控中脱身 包括这名指控行动党接受12亿令吉 以建造以色列基地的政治领袖 来看最后一则新闻 今年1月1号起 实行的手机预付卡退税措施 获得国人热烈赞好 此举除了减少开支 用户还可以尽情享用通讯服务 成了2016年的新年大礼 通讯部副部长在拉尼指出 如果用户支付10令吉的预付卡 在祭活后 他们将获得9令吉43仙的通货时间 剩下的57仙会在24个小时内退税 他强调没有遵守消费税回扣的建训公司 将会受到严厉的对付 无论如何 民众建议这项措施 不该只是实行短短的一年 因为手机已成了现金社会 尤其是年轻人不可或缺的用品 有些民众则希望 后付费用户同样也可以享用此优惠 新闻到此 谢谢收看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